第一,交出當日做手術時,我們的理解就是有一套錄影帶將整個手術的過程都拍攝下來 現在我們追問醫管局,他們就說當日在手術室裏的醫生和護理人員就有個集體的失憶 沒有人記得搶救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情或事情的事 第二,我們要求盡快展開這個死因應訊 因為我覺得唯一是由這個死因研究部 才可以傳召到當日的所有醫護人員和醫生給一個詳細的交代